IMD世界竞争力评比台湾跃居第6创12年来最佳表现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20日公布2023年IMD世界竞争力年报 台湾在64个受评比国家中位居第6 不只排名连续5年攀升 也是2012年以来最佳表现 根据报告 世界竞争力前10名依序是丹麦与爱尔兰与瑞士 与新加坡与荷兰与台湾与香港与瑞典与美国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在亚洲国家中 台湾排名仅次于新加坡 且台湾在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经济体中 连续三年排名蝉联第一 释迦书中部分解禁台东有果农宁可分散市场不走回头路 中国海关2021年9月以检出大洋屯纹粉戒等检疫性有害生物为由 暂停进口台湾释迦之后 中国国务院台湾办公室20日表示 完成注册登记的台湾包装场和果园的释迦即日 岂可恢复销往大陆 行政院农委会指出 台湾凤梨释迦产产业共有1009个供果园和50个包装场 中方目前公告名单仅有3家包装场和25家供果园获得许可 也为提供注册登记的条件 农委会透过平台机制呼吁中国有关当局提供具体规范及检疫规定 以例检视确认 并希望中方持续就检疫规范进行沟通 大陆委员会表示 中方选择性开放台湾释迦销路 是利用经济利益对台进行分化及统战 在世家主要产地台东县 有果农表示不想再把鸡蛋放同一个篮子 被善变的中国市场绑住 私利大专生学费补助一年2.5万元 最快113年2月实施 教育部20日表示 维拉近公立与私利大专学杂费差距 规划补助私利大专生学杂费 最快明年2月实施 加上云有的学杂费减免 预估能照顾近60万名私利大专学生 教育部说明 公立大专每年平均学杂费约6.2万元 私利大专约11万元 差距近5万元 教育部规划至少补助一半以上的学杂费差额 每名私校申约可获得2.5万元补助 总经费约一年150亿元 希望在入学时直接折底 高雄本巴比拼不当用 要71人就依评估板桥4名幼童直谱检测未检出 高雄市政府19日公布清查结果 有4名医师不当开立本巴比拼 卫生局启动互同专案 电话通知18岁以下患者百余人 有71人将就医专诊评估 新北市又一位要按20日公布检测结果 4名被验出为量本巴比拼幼童的检体 经送北荣进行直谱仪检测后 4人本巴比拼检验结果未检出 专家会议建议保留检体待确认检测 COVID-19本土疫情略升3% 预计7月口罩令不松绑 台湾COVID-19疫情目前处于第四波流行 上周平均每天新增253例并发症本土个案 疾管署副署长罗易军20日预估 疫情高点上下起伏 可能持续至6月底 预计7月口罩令不会松绑 待7月下旬再检讨 罗易军表示 端午廉价将近病毒散播及感染风险随之升高 与人潮聚集且无法保持适当距离或通风不良 场所与与年长者或免疫低下者密切接触时 建议要戴口罩维护自身健康 柯文哲预诉通过两岸监督条例重启服貌论述挨轰 台湾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的国阵白皮书传出涉及重启服貌谈判 引发争议 柯文哲20日受访回应 两岸一定要来往 而来往一定要有法律规范 他呼吁民进党尽快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民进党立委则质疑 柯文哲重启服貌是为讨好蓝营选民 但现在中国经济明显下滑 全世界围堵中国的态势已经完成 柯文哲却要开放台湾服务业市场 就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0%的中国 对不起他的支持者 5月外销订单年减17.6% 连九黑经济部预期7月起逐迹增温 经济部统计处20日公布 5月外销订单金额为456.8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减17.6% 连续9个月负成长 今年前5月接单金额累计2243.9亿美元 年减两成 创2010年以来同期最大减幅 经济部表示 展望7月起接单将迎来消费性产品销售旺季 加上人工智慧 AI 商机涌现 下半年订单表现预估将逐渍增温 但仍需关注终端需求和美国升息后坐力等影响 不挑战不取代美国习近平的话能信吗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 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重申 中国尊重美国的利益 不会去挑战和取代美国 但习近平说的更多次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与东升西降又是怎么回事 根据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严学通的估计 世界已然进入两极格局 2022年 美国GDP虽然仍然高占世界25% 但中国快速崛起 从1%推进到18% 而中共极权主导下的中国 以中共的极权统治为第一优先目标 其存在的本身 就对世界体系构成威胁 中国对美国利益造成威胁 将是一种自然发展的结果 而不是习近平以为的各剧山头 潜水器在5人探险铁达尼号 失联氧气存量有限搜救人员 与时间赛跑 美国与加拿大海岸防卫队 20日与时间赛跑 急于搜救一艘载着5人 潜入北大西洋深海 探险知名沉船铁达尼号残骸的 泰坦潜水器 上面载有知名英国亿万富豪兼飞行员哈定 还有无法确认身份的其他探险家 18日下潜约1小时45分后就与水面失联 因为泰坦潜水器的供氧约96小时 对潜水器上的5人而言 时间成为能否获救的关键 美国海岸防卫队少将毛隔19日下午表示 他认为艇上还有70多小时的氧气存量 总统亲送护照给彭蒙会欢迎成为正港台湾人 总统蔡英文20日亲自参访空中英语教室 将台湾护照交给美籍创办人彭蒙会 欢迎他正式成为台湾人 并感谢他对台湾的贡献 总统在脸书发文指出 彭蒙会来台湾超过70年 看见台湾人的需要 奉献他的一生 他和彭蒙会是认识多年的好友 如同彭蒙会所说心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而我的心在这 台湾就是我的家 总统对彭蒙会说 从今以后 台湾就是你的家 开箱老照片国防自主的骄傲 金国号战机生产线首次公开 1994年 民国83年6月21日 航空工业发展中心首次公开 金国号战机生产线 IDF金国号战机 为国机国造的代表作 1989年5月28日 由吴康明上校完成编号 1000亿元型机首次试飞 是我国航空航太史传奇 回顾1980年代 受迫于中共因素 我国对外采购先进战机困难重重 总统蒋金国为突破限制 决定自行研发战机 在美国技术协助开发下 展开自制防御战机 Indigenous Defense Fighter IDF研发 是当时空军舰军史上最大的自制武器开发计划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